岳萱 月轩 孟化这一次是认真的 她跟我说 她爱你 想要嫁给你 她还说一生一世 都不想离开你 我担心她会做出 什么傻事来 那我也不能欺骗 她的感情吧 那你就能欺骗我的感情吗 把我嫁给你大哥 就因为我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吗 对不起 但是你跟她不一样 我欺骗你 是我这辈子做得 最错的一件事 我每天都生活在愧疚之中 这你知道的 如果你对我有愧疚之心 你就去参加酒会 答应孟化的请求 就算是 就当做 我唯一一次开口求你吧 海棠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荒唐吗 难道你对我做的事 就不荒唐吗 好 那我们就都不要再荒唐下去了 我犯了错误 我可以弥补 但你不要再这么折磨我了 好吗 我没有想过折磨任何人 我也不想欺骗任何人 这个错误我已经犯了 我每天都在备受煎熬 对你这个错误 不管是一年两年还是十年 我都可以等你原谅 但是我只希望 咱们俩之间的事 跟别人无关 你明白吗 那好 老尤勋 我问你 你说你要补偿我 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补偿 就这样 你答应她的请求 就算是弥补我的最后机会了 你确定娘用这种方式 来折磨我吗 那好 如果你愿意这样 我答应你 那你就能欺骗我的感情吗 把我嫁给你大哥 就因为我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吗 就这样 你答应她的请求 就算是弥补我的最后机会了 北京 我为我 话 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 今天 这里布置得这么有情调 你想做什么呀 是你生日吗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月轩 走 今天邀请大家来到这儿 是因为 我想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这件事 关系到我的终身幸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成为我幸福 和美好的见证人 月轩 在我寒小的时候 就开始喜欢你了 我也不知道喜欢了多久 每一次一见到你 我就特别特别地紧张 我特别害怕 你能够洞察到 我内心的小秘密 但我又很期待 每一次和你相见 我原来以为 这可能是一种依赖 或者是期盼 但当我发现 要失去你的时候 我才知道 这明明就是爱情 我已经爱得无法自拔了 我知道 大家肯定都会说 女孩子要矜持要含蓄 从前的我的确是这样的 每一次 我只敢躲在角落 远远地看着你 我只敢在梦里说我爱你 但这样 会让我们的距离 越来越远的 所以月轩 你愿意让我 做你的女朋友吗 过 depos rose 都十五何年事 都十五 只需 终于我 人都十五 每一 如果看 他真是车而到了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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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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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